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第四个扣除是利息费用 那在咱们会计处理上 我们的利息费用那就是财务费用 是吧三项期间费用 是因为融资所引起的利息费用 那在税法上对这部分的融资费用 你说我也是经营活动的能不能扣呢 那我们就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首先你得看是向谁融资 融资的对象如果是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的借款 融资的对象是金融企业 第二个呢那就是金融企业各项存款利息的支出 我本来就是银行是吧 那我本来就是一个融资的单位 那我吸收存款然后我们发放贷款 那么吸收的存款相当于是成本 那这样的是可以扣的 再有就是同业拆借的利息支出 银行间的金融企业间的 那么这样的是可以扣的 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 那么这些利息它都是可以据实扣除的 那这只是我们注意选择提就够了 好咱们再来说第二类 咱们融资的对象它不是上面说的金融企业了 是谁呢是像非金融企业 那我像另外一个其他的单位 比如这单位可能也是融资的 但是它要没有金融业的资质 我们现在有很多民间的地下钱庄 那不是有金融职业资质的 那那样的也只能是像非金融企业借款 那这样的利息支出呢 是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计算数以内的 这可以扣超过的不能扣 所以标准就出来了 就是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因此呢这样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那我们有一个程序上的要求 那就是在你首次支付的时候 你得提供金融企业的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证明 那这个同期同类金融企业 你本地区的任意一家商业银行的 你说我没超过它的标准 这就是限额以内 所以你得有在首次扣除的时候的资料 才可以的程序上的要求 那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考试里更多还是操作性的 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说这个居民企业2016年发生财务费用是40万 其中含向非金融企业借款250万 所支付的年利息20万 那告诉你金融企业贷款的年利率是8.5% 所以这实际上就已经把会计上的财务费用和税法所要求的 税法所要求的是多少呢 咱们借款是这么多 银行利率是这么多 等于已经告诉你 所以在问你纳税调整额的时候 那就很简单的计算了 那我算一下 税前可以扣除的是14.5% 而你会计上列的是20 所以超标准的做纳税调增处理 那因此呢 这个里面要注意的事项就是 在财务费用中并不是所有的借款利息 不是所有的都是借款利息 财务费用里还有别的 那我们税前扣除有限额的呢 它只是在财务费用当中的借款利息 比如说你财务费用里面 那你有可能还有什么现金折扣的呀 购买支票的呀 这都是财务费用里面 这些没有限额 只是说借款利息 所以比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拿这40万和标准去比 而是拿这个财务费用里面的借款利息 和税法的要求去比 好的 那在我们这个利息费用里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 那就是向非金融企业借款 而这个非金融企业呢 又是和我们借款人之间有关联关系 所以这个借款的对象就更特殊了 我们对它要提出更特殊的要求 因此第三点提到了 关联企业借款的利息费用的扣除 那它的特殊要求是什么呢 税前扣除要双标准 两个标准既要有和一般企业一样的 不超过那个同期金融企业贷款利率啊 还得有一个标准呢 所以我们想想 你算利息都怎么算啊 那不就是用本金是吧 乘以利率乘以期限吗 期限是几个月 是一年两年没法变 那能变的就是本金和利率 那我们利率刚才已经说了限额标准了 不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那还有一个能够有操作性的 就是本金了 所以在关联方借款利息当中 咱们双标准 另外一个标准 其实就是本金的标准 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企业从关联方 接受的债权性的投资 那就是借款嘛 与权益性投资 它的比例要有一个标准 超过的不能扣 那什么比例呢 咱们这就提到了 接收关联方债权性投资 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 金融企业是5比1 其他企业是2比1 那在我们考试的综合体里呢 更多的出现的不是金融企业 是一般工商企业 所以这个2比1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债权性投资 是吧 和叫做权益性投资 就像实收资本啊 这种这个权益性投资 它的比例2比1 那就意味着咱们债资比当中 是吧 如果投资方对你的投资是200万 你管他借款 你借800万900万2000万都没关系 到时候按照你们事先的借款协议 该怎么还人家利息怎么还 但是税法认可的 他对你的投资只有200万 那你从他的借款在税前扣除的时候 只能是2倍 那就是400万 那么这样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 不是别的 主要就是为了避税 为了防止关联方 用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 通过借款来干嘛呢 来叫做弱化资本 弱化资本是一个方面 那你把原有的属于该投资的 因为你的投资方 这个投资之后 被投资方资金不足了 资金不足 投资方不愿意再追加投资了 而是呢 给他借款 那借款一方面 咱们的被投资方还可以利息抵税 是吧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作为投资方呢 还减少了今后的风险 万一要是经营不好 咱们被投资方破产了 咱们这个债权可是优先偿还的呀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它会弱化资本结构的 因此咱们从所得税的这个考虑来讲呢 它并不是更多考虑你的资本结构 考虑你的防控经营风险 那么从所得税的角度 对关联方的这个处理 主要考虑的是反币税 那这样你作为债资之间的关系 是吧 那它得是2比1两倍以内的这个利息本结 我们认可 剩下的那个多的那部分利息 咱们是不认可的 要做纳税调整的 所以这样呢 就防止了关联方通过这个借贷关系 来这个税前抵税 来减少被投资方的因税所得 好 那么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是操作性的 一会我们举例 同时在这也提一下 对这个债资比 对关联方的要求 它还有一些更细的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 如果企业能证明 关联方相关的交易活动 符合独立交易的原则 这个我们是正常的 独立交易原则的 这种借款利息 或者说 该企业的实际税付 不高于关联方实际税付的 你比如说 被投资方企业的实际税付 是15% 而 关联方的实际税付 是25% 那我们没高于 关联方的 这种情况下 你实际给 关联方的利息支出 也可以税前扣除 所以 他把这些特殊情况 也排除在外了 那也就是说 把这个防止 避税的一些外在的因素 给他考虑进去了 那这样的纳税人 他们不是为了避税 而不是为了钻税法的控制 那是一种正常交易的 他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在考试题目当中 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的 另外 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 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 应该按规定 交纳企业所得税 那也就是说 收取利息收入的那一方呢 他应该是做收入 要交税 而支付利息的这一方呢 应该是做支出 可以税前扣 但是这个支出税前扣 是有限额的 好 那这个规则呢 我们说完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关于关联方交易的 这个利息税前扣除的 具体应用 好 那我们在这先概括一下 利息的基本计算 那就是在本金上 我们要考虑 在利率上要考虑 而在期限上 是没得可考虑 它是一个硬的 没有变化可能性的 那在利率上的考虑 一般企业都要做到这点 金融企业同期同类 同款利率 就这个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 他会告诉你的 而关联方呢 咱们就要把两个标准 都考虑进去 利率的标准 和一般企业一样 本金的标准 就是刚才说的 债资比 金融企业5比1 一般企业是 2比1的这么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债资比 怎么来使用 下面举个例子 某企业像投资方 假公司 这个一年期的借款 是借了4800万 假公司呢 对本企业的投资 是2000万 利率呢 是银行的5% 关联方的是6% 所以在会计上 那你借了这么多钱 4800万 按照你们事先说好的 那个借款合同协议的利率 6% 所以会计上 进入财务费用 利息的是288万 而税法的要求呢 那就是 本金上 债资比 那资是2000万 那债呢 只能是两倍4000万 利率上 那我们是不超过 同期金融企业贷款利率 所以税法上 可以扣除的利息是200万 会计上你 实际开支了 288万 超标准 超标调增啊 所以调增88万 那这个处理 好像也并不是很难 那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对关联方的处理 有的时候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考题里面 没有过那么复杂 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综合题当中 涉及到过的一个业务 某企业因为项目公司 借款2000万 按年利率9% 而同期的是6% 支付了利息是180万 所以这个180万等于就是会计上的了 我们再算一个税法的标准 就可以比较了 那该企业不能够证明 此笔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那母公司适用的税率是15% 所以这些都说明呢 那就是它不符合那些特殊的规定 不能够据实扣除 而应该是按照我们母子公司 税前利息扣除的两个标准 进行调整 所以这种情况下 调整时的第一个标准 那就是本金上的要求 债资比2比1 权益性的是800万 所以本金那就是2816 按照这个本金乘以金融企业利率6% 那可以扣除的是96 而你实际上会计上是180 这样税法跟会计的差异就产生了 那税块的差异是会计多扣了84万 那纳税调整就调整84万 一般在我们综合题当中 这样的业务顶多就是一分 最多了就给你一分 不过这一分一分的并不难得 那这样的话 在利息的处理上 注意一般的一个标准 那就是利率标准 关联方企业的借款利息呢 是两个标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还要提一下 这个借款前面说的都是向单位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纳税人是向自然人进行借款的 当然有可能啊 那这样的自然人给企业借款了 那当然企业要给人家自然人支付利息 那这个利息能不能税前扣除呢 所以我们的规定就是要看了 这个自然人啊 如果是股东 那肯定就是跟企业有关联交易的 或者是其他有关联交易的 那也就是说 你是和关联方的借款了 那这个时候的利息的扣除 是吧 如果说是叫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扣 什么条件啊 刚才我们说了 关联方是两个嘛 一个是债资比 一个是利率 两个条件都具备了 都在标准以内可以扣啊 所以这样的债资比 它也适合于向股东个人的借款 那当然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向自然人借款 这自然人和企业 他没有关联交易 比如说像职工 但是我这个职工和企业之间 什么关系啊 互用关系 没有这种资金啊 投资啊 这种关联关系 这时候咱们就按照一般借款处理 一个标准 不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所以如果是借款符合条件的 那这个利息在不超过利率的情况下 就可以扣啊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条件啊 还得要说明一下 这个呢 跟考试关系不太大 但是它是程序上的要求 企业和个人之间的贷款啊 这种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啊 那不能是非法提资 然后还可让你扣这个利息 可以啊 另外呢 它是签了借款合同的啊 那这个职工呢 是有在资金借贷上的 这个法律保障 是吧 也有呢 债权人的权益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咱们和个人之间的借款 也可能会产生 我们在操作应用的层面上问题 举个例子 说的是某公司2016年 实现会计利润的总额是 25万啊 会计利润 那这里面财务费用当中 有两个项目 那肯定我们已经是 把财务费用扣了 才出来的会计利润啊 那咱们的两个项目 第一个 向银行借了生产用资金 200万 借用的期限 6个月 支付的利息是5万 由于这是向银行借的 所以这5万 肯定是可以扣的 没问题 那另外 经过批准 向企业职工借了 生产用资金60万 期限10个月 支付的利息是多少呢 是3.5万元 那我们说这个5万元可以扣 但这个3.5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它超不超标 所以现在呢 问问你 纳税调整额的话 那我们要调实际上 就调第二笔就是了 因为第一笔呢 你是根本不需要进行调整的 是向商业银行借的 好 那这第二笔怎么调啊 我就先要看一看 税法的要求 因为会计上我已经知道了 那么税法的要求 那就是按照本金 是不是 本金 像直贡借款的本金60万 乘以利率 再考虑到期限 期限呢 它是年利率 因为我借了10个月嘛 所以要把年利除12乘10 关键那个利率是多少 我是不知道 没告诉我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下倒算 因为你像银行借的是 有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 那我就拿那个利率就行 但是像银行借的利率是多少 你没告诉我呀 我们算一下 利率就是利息除本金 你像银行借的利息是5万吧 那么本金是多少呢 本金是200万 不过这个期限是6个月 我们算的是年利率啊 因此相当于你像银行 要是借12个月 你要还的利息呢 就是5万乘2 是吧 是12万 你的本金是200万 因此算出来的银行同期利率 5% 这个呢 就是咱们 像职工借款税前扣除的限额比例 是吧 那么这样算出来是2.5万 而你实际呢 是3.5万 因此利息超标1万 这样呢 在纳税调整的时候 会计利润要是25万 就要加上这超标的利息1万 所以所得额就是26万了 如果只问你 这个利息的纳税调整 那就是纳税调增1万 注意调整的时候 要把方向写清楚 调增啊 还是调减啊 要写清楚 否则你自己在最后 把调整的综合结构汇总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增还是减 你光知道一调整额就没用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说到的第5个 关于扣除项目是借款费用 大家可能比较疑惑 刚说完了那个利息 怎么又开始借款费用了 差别出来了 这个借款费用在我们会计上 要把它进行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区分 那么资本化的记录有关资产成本 这个记到资产成本里面的 那你今后资产摊销也好 资产折旧也好 那个利息才能扣呢 而你要是费用化的这一部分 就记当期损益 记财务费用 按照刚才所说的 那个利息费用去处理了 所以这个借款费用 咱们要区分的就是费用化和资本化 所谓费用化的 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的 不需要资本化的费用化 那这样的呢 就是按照前面的那个 第四项的要求 不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 同时呢 要看是不是想关联房借款 好 那如果说是为购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12个月以上改造 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的 这个就要资本化了 那么资本化的支出 是不能够在当期直接扣除的 要进入有关资产成本 但是呢 看好了 在你这个资产交付使用以后 所发生的 交付使用以后的 那我们会计上就是费用化的 所以税法也认可费用化 因此 只要是费用化的 就是按前面第四的要求 只要是资本化的 就不能够进入损益项目 不能够当期当年进行扣除 另外通过发债 取得贷款方式融资的 那也是按照资本化费用化 要分别处理的 在这我们就举个例子 说的是某企业 4月1号向银行借了500万 用于厂房的建造 这肯定是跟不动产的建造有关了 期限是一年 当年支付了三个季度的 没错啊 它4月1号才借的 利息是22.5万 这个厂房是10月31号 竣工并投入使用了 好 这之前的要资本化 而11月20号进行了结算了 不按结算的时间 要按照那个10月底的时间 好 那现在我们问 当年可以扣除的利息是多少呢 你看 可以扣除的利息 做费用的一定是 竣工投入使用之后所发生的 这两个月的 所以三个季度的是9个月 乘以2 这两个月的是可以进行费用化的 所以当年可以税前扣除 只有这两万 但是我们做个假设 如果企业的会计糊涂了 考题里经常是这样的 那个22.5 全都记到财务费用里了 那我们的纳税调整 是首先调增 需要资本化的利息 这资本化的利息就是前7个月的 应该是4到10月 4 5 6 7 8 9 10 前7个月的 那同时也要注意有纳税的调减 因为这个资本化的利息17.5万 它已经寄到了资产成本 再建工程 然后转固定资产了 所以对应呢 今后可以是提折旧的 折旧费可以调减 但是资本化的利息是不能够扣除的 需要调增的 这是有关于借款费用的税前扣除要求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在扣除项目里面的第六个 叫做汇兑损失 这个主要是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 外币折算的差价所导致的 那这种我们会计上是计财务费用 税法认可的可以扣除 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汇兑的损失 它可能是在投资者投入资本当中所产生的 那我们今后呢 会在向所有者投资者进行利润分配当中体现的 以及呢 我们有关于这个利率的变化 计入了相关资产成本的 那一部分是所得税前不能扣除的 那这样呢 不得扣除的和可以扣除的 来制造一下区分就行了 一般经营过程当中的是可以的 好那来看的第七个是业务招待费 我在这呢画了两个星号 那就意味着这是年年考试中一定要有调整项目的 那也是每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要调整的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想了 你不是说咱们的调整项目是超标准的 超范围的才需要调吗 那如果招待费没超标准还用调吗 那我们一会就会知道 它的标准和一般的项目它不一样 它有两个标准 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 你一定都会要有招待费的调整 好首先我们知道一下 招待费在会计上它是记录管理费用 来进行核算 那当然记录损益影响了咱们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就要有税法上的要求 那么税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税前扣除它是有两个限额要考虑 那两个到底用哪个呀 它是用两个当中的叫做 缴小者哪个小按哪个扣 那这两个标准是什么 咱们来看看第一个标准 我们把这个税法的规则给它简化了 第一个标准是最高限额 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当年销售营业收入做基数成千分之五 这是可以扣的最高限额 但啥还一个限额呢 那就是有合法票据的情况下 实际发生额的60% 就是说你没超过最高限额 你也不能按实际的来扣除 只能是按照实际的60% 那当然这个实际发生的 招待的呀应酬的 你有合法的票据不能是白条 那这样的话两个限额算出来进行比较 哪个小按照哪个扣 当然可以扣除的是税法的要求 那要和你会计上所计入管理费用的 这个进行比较 谁小 那按谁扣指的是两个标准 那我们最后进行纳税调整的时候 是合以扣的那个矫小者跟你会计上实际发生额的差额 那才是调整额 而不是两个标准之间的差额 所以一会我这块会给大家举例来进行说明的 那我在这呢 先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然后我们再说考试题目当中的例子 那比如说我这个当年的实际发生额 那我们告诉你一个数 那同时呢 对当年的销售营业收入 那我肯定也得告诉你啊 那这两个基本的数字有了 你怎么进行比较呢 好列表来说明 比如说要是我告诉你 这个纳税人的收入是2000万 而招待费的这个最高扣除限额 2000万的千分之五 这是不变的 那也就是说它是税前最多能扣10万 所以你销售营业收入2000万 你一年的招待费最高才10万 但是还不一定能扣到10万的 那我们来看看 往下还要看一个标准 那就是实际发生额 假设实际发生额是40万 40万的60% 不能40万都扣啊 那四六24万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24万和谁去比呢 和咱们的最高限额去比 是吧 谁小按谁扣 这时候应该是扣10万呗 那可以扣的叫做税法上的 和你会计上的 会计上是40万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再去比 做纳税调整 那税前你可以扣10万 会计上你扣了40万 所以呢 这个纳税调整额是超标30万 那假如我们把实际发生的招待费变一下 变成了15万 15万的60%才9万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比的话 那就是这个税前可以扣除的两个标准 一个是9万 一个是最高 最高是10万嘛 所以他们俩去比 我收入是不变的情况下 实际发生的招待费是变化了 那么比的结果 谁小按谁扣 好 现在呢 咱们是扣9万 那这个时候 9万是税前可以扣的 他要和会计上的实际发生额去比 实际发生多少呢 实际发生了是15万 所以9万和15万去比 不是9万和10万去比 不是税前扣除的两个限额去比 而是税前扣除的两个标准 去找一个小的那个 作为税法的税前扣除额 和你会计上的这个招待费去比 这样比的结果 那是调增6万 因为它超过了税法规定标准6万 所以这样的比法 那我们必须要在使用当中 熟练的去掌握 那么这种纳税调整的方法 熟练掌握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细节要重要 那什么重要呢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 实际发生额一定要有真实票据 没有真实票据的那一部分 那它肯定不能够作为60%的基数 但是你没有真实票据的 有可能作为你会计上的发生额 是吧 会计上我实际是100万 都寄入招待费了 但是有票据的只有80万 所以80万乘60% 算这个实际发生额的限额 那你和税法的另外一个限额 去找出来搅小者 和会计上去比的时候 会计上你寄了100万的招待费 所以税快差异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实际发生额 要有票据是指税法上的 当然其实会计上也应该有票据 但是有的时候考题里 就说没有实际票据 另外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这个基数 算最高扣除额的基数 是销售营业收入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所以我们下面有几个要点要强调 那一个就是咱们的招待费 计算扣除限额 最高限额的基数 销售营业收入实际上 它是纳税申报表的 谁呢 第一行 好 那第一行 咱们想想叫什么呀 如果你忘了的话 你可以翻到咱们纳税申报表 教材 313页有那张主表 它实际上呢 叫做营业收入 那这个营业收入 又是谁呢 咱们再讲收入里面 一般收入一共是9项 9项当中呢 涉及到会计 计入营业收入 同时又计入申报表 第一行的 那都是生产经营活动 所产生的 确切说 就是9项中的 12567 当时我们是这么讲的吧 那这12567呢 生产经营活动的 它们都要交增值税 同时也是交所得税 里面的属于营业收入的 那到底是谁呢 一是销售货物 二是提供那个劳务 然后567 五是利息 六是租金 七是特许权使用费 这个实际上就是 咱们说的派籍上 所提到14号准则里面的 收入准则的收入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让渡资产使用权 所形成的日常经济利益流入 而所得税法里面 所提到的收入 它一共是 基本收入就9项了 你这才12567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呢 其他的 会计上可能寄投资收益 可能寄营业外收入 它们不是营业收入 所以不能做广告费 招待费的基数 当然所得税它得交 但是不做广告 招待费的基数 好 那我们说了 申报表主表第一行 所体现的营业收入 这是基数 但是你为什么把它叫 销售营业收入啊 不是叫营业收入啊 因为我们这里 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会计上你不做收入的 但是按税法的要求 你做收入的 这个适同销售的收入 对 适同销售的收入 你比如说我们把自产的货物对外捐赠 会计上这样的捐赠业务是不做这个收入处理 当然它做营业外支出损失 但是所得税里要适同销售 那那个收入就可以做广告费 招待费的基数了 好 但是呢 这个收入要注意 它不得扣除现金折扣 那这个现金折扣 我们在增值税里面讲了 销售货物 为了提早收回货款 那我们可能会有现金折扣 其实在你的这些叫做提供的劳务当中 也有可能为了及早收回服务收入 那给对方的折扣 这个是都要放在收入里面的 折扣的是搁在财务费用里 所以收入当中是不能扣现金折扣的 因此我们在确定这个招待费 算最高限额基数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筷子上的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叫申报表主表的营业收入 以及呢 视同销售的收入 在这个收入 在这个基数里面不包含增值税 但是价外的 那这样的基数 是和后面算税前扣除的 另外的一个项目 叫广告费和业务招待费 是相同的基数 好的 那我们关于这个招待费 里面还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 就要给大家提一下的 你比如说 我们有的单位 他所从事的这个业务活动 就是属于股权投资 专门就叫投资公司 是吧 或者说我集团的总部 我不做业务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投资 那我们没有叫做 主营业务收入 这个其他业务收入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 那我主要就是什么呢 投资的收益 以及股权转让的收益 所以这样按一般要求来讲 他们是不作为招待费基数的 那我这种专门从事投资业务的 就没有招待费扣除的可能了 没有这个最高限额 是吧 等于我就没有扣除的可能了 这也不行 所以针对这种从事 股权投资业务的 那我们说 它的基数呢 那就应该是投资收益了 那包括呢 它这个持有期的权益性投资收益 以及转让当中的 这个转让收入 这样呢 咱们以它为基数 来乘以千分之五算 最高限额补利 当然 由于它只适合于 这种专门从事投资业务的 所以在我们考试题目当中呢 这个是特例没有出现过 要是一般工商企业 它要有投资收益 肯定不能做招待费的基数 如果它本身就是一个 从事投资业务活动的这个单位 那它就可以把投资收益 作为招待费的基数 另外一个特殊情况呢 就是企业的筹建期 那我还没有开始正常经营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销售营业收入 那这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招待费的开支 一些应酬性的开支 怎么办呢 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就只能按照你 实际发生的招待费的60% 这是发生了 是吧 这60%呢 比如说我在筹建期 一共发生了招待费 是50万 那么它的60% 就是有30万 可以把它寄入叫做开办费 税前扣除的开办费 那那20万就不可以扣除了 好的 那我们在这呢 就提到了开办费了吧 所以稍微的做一个链接 这个开办费啊 它在会计上和税法上的扣除 是基本一样的 有两个选择 要么在生产经营当年一次性扣 要么呢 是把它作为长期 这个带摊费用 在不短于三年内进行探销 那么不管你是选哪种方法 我们开办费里面 税前可以扣除的这个招待费 都只能是实际发生额 有票据的60% 而不能够都把它进行扣除 这一点呢 又产生了税法跟会计的差异 好的 那关于这个税前扣除的基本要求 和特殊情况我们都说了 下面呢 咱们想啊 针对这一部分的内容 针对我们考试命题的要求 举几个例子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计算招待费扣除限额 一定先要有非常准确的 那个基数依据 那这个基数依据算最高限额 就是销售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那到底什么是销售营业收入 所以这个依据是什么 我们现在让你选择一下 是个单项选择题 A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的收入 这什么收入啊 这是咱们九项收入当中 财产转让收入 所以它的收入项目 最终是进入营业外收入 而不是正常经营活动当中的营业收入 它不能做基数 好 那我们第二个是接受捐赠的收入 这也是咱们九项收入之一 但它不是销售营业收入 它是营业外收入 Z选项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的收入 这个叫做特许原使用费 是你无形资产使用权的暂时让度 所以资产使用权的暂时让度是营业收入 这个是要交 所得税同时可以做招待费的基数 因此这我们想说一下 那就是在会计上 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让它是没有差别 那在我们现在增值税上 对无形资产都是要交增值税了 不过他说是包括无形资产 所有权和使用权转让 所以增值税上也没有差别 会计上也没有差别 能有点差别呢 就是到了所得税上 都是要交税这没差别 但是作为计题招待费和广告费基数的 那个营业收入只能是使用权转让的 所有权转让的是营业外收入 这有点差别 另外出售固定资产的收入 你都把固定资产卖了 那肯定是所有权转让 这是财产转让收入 它是营业外的收入 不是营业收入 所以我们选正确的答案 那就是依据只能是C选项 当然了更多的情况 我们还是要对招待费进行纳税调整 那这个纳税调整 你不仅仅要像刚才我那个表里面 所提到的这些 告诉你了 算两个限额的基本基数 一个是销售营业收入 一个是咱们实际发生额 那你一算比例就行了 但有可能我们不告诉你 那个销售营业收入 或者说告诉你了 但是它有问题 你得调 所以现在我们来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的这企业啊 全年实现的收入总额是8000万 而这个里面包含了 叫做销售折扣 这卖完了再打折 这不是就现金折扣吗 我们说这个含在8000万里面 它是不扣的 所以这不需要做调解 那还有活债利息收入 它含在8000万里 但是做招贷费的时候 它是不做基数的 那它们不属于销售营业收入 还有金融债的利息收入 它同样也不是销售营业收入 以及从被投资企业 分回的税后利润38万 它们都是在收入总额里含着的 但是不是营业收入 因此呢 我要算招贷费基数的时候 得把它给减了 得把它给扣了 在聘请事务所审计当中 还发现了问题呢 有可能还有没计收入的 你还得往里加呢 发现的第一个问题 12月份收到 假公司代销后的代销清单 及代销款11.1万 企业的处理是 借银行存款 代预收不对吧 你的清单和货款都收到了 你肯定要作销了 所以应该是代营业收入 代营交税费增值税 营业收入是多少呢 是不含增值税的10万 那么这样的话 你这10万先要调账 是吧 然后再进行有关的纳税调整 所以这10万 它是要增加到我们的 这个销售营业收入项目里的 好 来看第二个 12月份以资产 供允价值47万的货物 清偿了应付账款 等于账物重组了呗 那欠人家的钱是 非货币资产来清偿了 那供允价值与债务的差额 债权人不再追要了 清偿的时候 企业直接以50万 分别充减了应付账法和从货成本 那我们说 这个欠人家的50万 我拿47万的货去还了 那大家就会想想 那不管我们重组业务是怎么处理 这个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本身 它应该是有商业目的的 它应该做收入 所以我们这 对这个47万应该做营业收入 同时呢要节转成本 是吧 那这样呢 关于你的销售营业收入 在账务上先要调整 是不是增加了一个47万的收入啊 今后提广告会和招贷费的基数里 那就得有这47万 所以又是一个增加项目 好来看第三个业务 12月份转让了一项无形资产的所有权 所有权转让交所得税没问题 但是呢所有权转让的收入 他们是不做招贷费基数的 所以这个我们在招贷费这 是不需要进行调整的啊 那么再来看第四个 12月份通过当地政府机关 向贫困山区捐赠家电产品一批 成本20万市场售价23万啊 那企业自己呢 是直接冲了库存成本了 那他会计上怎么处理 咱们先不说那这个23万的对外捐赠货物 税法要求适同销售 所以这23万啊 它是适同销售的收入 虽然不在申报表主表的第一行 叫营业收入啊 它确实会计上也不这么处理 但是它是可以做招贷费的基数的 所以增加一个23万啊 另外当年发生了招贷费总共是45万 其中呢 还有5万是没取得合法票据啊 因此我们进行限额计算的时候 第二个限额实际发生额的 60%那就是24万啊 而你会计上呢 咱们就得按这个多少呢 会计上你就得按这45万啊 然后和税法的去比 那么税法是多少啊 不知道呢 因为它有两个标准 我这只有了一个 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销售营业收入乘以千分之五 所以现在我们就差一个工作了 把销售营业收入给它进行汇总 就可以进行选择比较和调整了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进行一下 汇总 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里面所包含的那个跟投资有关的 我们说这几项刚才我们都画了 是吧 都是减项 分回的投资收益啊 什么国债利息啊 都是减项 另外 这个几个是加项 非货币积攒经常债务啊 还有这个捐赠的啊 那这些都是属于加项的 还有就是 在销后啊 收到清单啊 你会计处理的账务错误 所以咱们整个啊 销售营业收入的准确金额出来了 这个8015 它呢乘以千分之五是最高限额 是吧 最高限额是 这儿了 40.075 和这个24去比 是吧 他们俩去比 是税法的两个限额去比 谁小按谁扣 那好 扣24万 而这个24万做纳税调整的时候 跟谁去比呢 和我们会计上的招待费 这个招待费呢是45万 所以这两个去比 45和24的差额 才是纳税调整额 因此调增21万 那这样呢 在招待费的调整中 有时会简单 有时会复杂 这就是比较复杂的综合题 但无论怎样 咱们招待费 在税前扣除的基本思路就是 两个税法规定的标准 你必须要清除啊 销售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那基数得准 然后实际发生额的60% 实际发生额得有真实票据 两个标准都要出来 然后谁小按谁扣 可以扣的是税前的 和会计上实际发生的再去比 这才是税块差异呢 所以思路是不变的 那无论它是简单处理 还是复杂处理 都是这么个思路 因此我们说 所有的单位你的招待费肯定都要进行调整 那即使呢 你说我没超过最高限额 那你也只能按实际发生额的60%以内 所以两个标准要分别计算 那你也只能按实际发生额的60%以内